我现在还在学校开会呢 可能今天还是回不去了 你在听吗 那我们就周末的时候 雷雷过生日见了 当上跟你说了吗 雷雷这次想自己做主 到时候会提前短信告诉我们的 但是现在还要保密 对了 你让雪儿给我去买件礼物吧 我实在太忙了 行 好 那你照顾好自己 好 那就见了 袁总 怎么了 颜色这么难看 今天真要去吃那个呀 听说人均要一百块呢 咱们能不能不去啊 到时候把钱给我 你瞧那点出息吧 也不错 倩荣有什么喜事 请咱们去那么贵的地方吃饭 听说好像是她女儿的生日 她等女儿了 我猜是 倩荣 你们说这是刘倩荣吗 是啊 她在哪儿 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她在哪儿 她不在哪儿 我一经许 是 我一经许 她在这儿 全部的 我没有说 我不要 打赏 你 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川 刘芊荣在吉尼斯你知道吗 在哪儿 上去 杨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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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荣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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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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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董事长 艾校长他今天请假了 谁让刘显荣进来的 谁让刘显荣进来的 难道艾山不知道他在这儿吗 没见 艾山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艾山到底在哪儿 你马上告诉我 我真的不知道 咱俩帮转寻 我要给赵妮转寻 在哪儿帮转寻 说 在那边 开门 蒋公老师不在 等不了 蒋公老师不在 您稍等一会儿 等不了 蒋公老师不在 赶紧把赵妮的学籍户口卡 我拿出来 他跟你们吉尼斯 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个我 我还真是 开不开门 你不开我我撞了 张董事长 我不是你们董事长 明天有的撤资 开门 好好好 好好好 您别着急啊 对对对 那就小心 好 我去帮你拿 快点快点 赵董事长 赵磊的户口卡 好像不见了 别找了 在我这儿 好 户口卡不能给你 除非你答应 还让雷雷待在这儿 你以为一张户口卡 就能让我怎么样吗 啊 刘先生 给你 你先替雷雷保管着 我把房子转到雷雷名下了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只求你 让雷雷待在这儿 你太阴险了 你给我下套 你永远再给我下套 你不要 你躲在这儿就是为了姐姐雷雷 连爱山都帮着你 刘先生 你已经乱到骨子里了 我这辈子都不能像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俩刘先生 我用来 你把我拿到骨子里了 我用来 我用来 你从来 你送骨子里了 我把我拿到骨子里了 反正你怎么都是搅和我 你就是不要让我过上好日子 别 大川 我真的什么都没跟雷雷说 我不会说的 我求你不要再给他转学校了 他不喜欢别的学校 他就喜欢这儿 还有 以后你别再骗孩子了 他都明白 你还随便跟他说吗 没有 你说去吧 你去告诉全世界的人 来得是他把你和元贵的杂种 说 反正楚的元贵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 你是我的妹妹 你是我的妹妹 我去找你 雷雷 雷雷 晓天 回宿舍去 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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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莱 莱莱 你帮我解释好吗 你们都别说话了 我都不信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话 我再也不信 我再也不听 我什么都不听 哥 妈 莱莱 爸爸是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 我不相信你们 我永远都不相信你们 永远都不信 你必须得相信我们 莱莱 莱莱都是爸爸的错 对不起莱莱 莱莱 对不起莱莱 袁叔叔 这里只有咱们两个人 为蒙带鼓里吗 来 很熟 你说他 做出来不好 不出来 他怎么还没关系 他怎么这么激誰 他他都 qualidade那种 你也有意义 雷雷 别哄哄女儿说话 怎么了 我要做亲子鉴定 你们说的我都不信 谢谢 大夫 我们能不能在外面等结果 它上面写着呢 一个星期后出结果 我先回学校了 我跟你一起走 我住学校 早就该这样了 雷雷是个好孩子 雷雷的事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对 你想什么呢 没事 我接得住 一些重演而已 我和雷雷一样 怕的是被骗 我骗你什么了 你有事瞒着我 那我不瞒你 我得了乳腺癌 我把你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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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莱 有时候真相并不能给人安慰 但妈妈答应你 以后不管真相多么残酷 都告诉你和你一起商量 在结果出来之前 我不想和你们任何人说话 在结果里面 刘女士 你确定当时你生孩子的时候 是在我们医院吗 是啊 那这个孩子 你是从小养到大的那个吗 我说我说你废什么话呀 有话你就直说 我知道我不是孩子的亲爸 大夫 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们都不想再瞒孩子了 您就说吧 现在的科学技术呢 你们也知道 这个亲自鉴定的结果呀 准确率能达到99.9% 甚至可以说百分之百吧 经过三位 与孩子定一的对比呢 结果是 到底谁是我爸爸 孩子呀 经过我们的比较 袁坤和赵大川 都不是你生入学上的父亲 你说什么啊 你说什么啊 其实刘女士 你也可以排除 是她生入学上的母亲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这个我们肯定不会搞错 我们已经一再确定过 而且我亲自去过妇产科 跟他们沟通了两次 这中间可能发生了一些 不愉快的错误 如果您确定 当时孩子真的是在我们医院生长 那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孩子当时报错了 报错 报什么错 什么报错 说 您别着急 您别着急 这事呢 我们已经跟医院方协商过了 这个当时呢 是小孩有可能进行了一个 AB型 RH1性的检测 当时可能孩子抱怀了 不过医院方已经明确地表态 这个事我们一定会负责的 而且具体价格 我们可以牺牲嘛 你胡说什么呢 雷雷就是在这楼上的妇产科生的 当时生完了就报给了我 六二七房间 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怎么可能报错呢 你怎么张嘴就来啊 你看看这孩子的长相 她没点不像我了 我怎么就不是她的母亲了 这什么破金字鉴定啊 你们是不是做不了堂塞我们呢 神经病 雷雷没事啊 雷雷我们走我们走 刘女士刘女士您别着急 我们说了 这个事我们肯定会承担责任的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的 承担责任 承担什么责任 陈奈 站住 帮着你我 快把它扯住 起来 起来 鸣鸣 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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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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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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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子戴起来 慶容 身体啊 没问题 就有点低血糖 生态也没有问题 那她这是怎么了 话也不说 也不看了妈妈 你们别紧张 以前有过这种先例 当孩子受到严重刺激时 会出现情绪性的食语 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她是故意不说话 不是故意 是潜意识的 那她什么时候才敢说话 你们不要给她压力 她是一种心理疾病 待会儿 对啊 还是你 有什么心理疾病 我怎么会这样 我只要在家里面 我已经是一个小孩 你不是我的心理疾病 我只能不理解 我自己也不理解 我自己也不理解 你不理解 我自己也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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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休息吧 好嘞 休息有点孩子 你们先出去 都回去吧 我带这儿 我现在正回去 然后再 我跟宁宽的酒店 就没有一个情统 跟你们都没关系了 还待在这儿干吗 回去吧 先回去吧 我话跟他说 累了吧 累了吧 坤 你不是问我 什么时候知道雷雷的事吗 其实很早 你还在SVT的时候 倩蓉就告诉我了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哭了一晚上的善吗 早上的时候 我就决定不告诉你 能晚多久就多久 因为我不想失去你 那时候我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 我不敢拿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感情去读 我只希望 倩蓉千万不要去引爆这个雷 能拖多久就多久 可是要是早知道 是这样的情况 我真的宁愿 雷雷就是你女儿 是这样的 坤 我们受养雷雷吧 可是达山和倩蓉 他们不会同意 我想过了 他们将来 肯定还有从主家庭 那时候看着雷雷 心里也会有疙瘩 雷雷这次受了那么大的刺激 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就算完全康复了 再跟着任何一方 心里也不会好过的 我已经不能再为你生孩子了 我又真心地很喜欢雷雷 我们家小迪跟雷雷也很合得来 我知道 我也挺心疼雷雷这孩子的 如果大家都愿意的话 我当然愿意 我只能去 тран透。 我一定会的 你会避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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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避养我 你会避养我 你会避养我 就不要避养我 你会避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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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避养我 你会避养我 明白我当年的感受了 我开始也以为自己只是在跟你赌气 后来才发现不是 有时候 错也是这种缘分啊 你什么打算 跟你一样 我不是说雷雷 你会去找吗 你会吗 不知道 先把那些治好再说吧 你呢 我的一生虫 除了雷雷 全都错了 我不想把我最后的东西都否定掉 你如果去找 不用告诉我 我说了 随缘吧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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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莱 许个愿吧 许完愿 我们吹蜡烛好吗 啊 妈妈替你把蜡烛吹了 芊蓉 我跟袁坤 真的很喜欢蕾蕾 我不是说 我们收养蕾蕾之后 你跟她就没关系了 你考虑一下吧 好 我能照顾好蕾蕾的 芊蓉 你还年轻 难道以后 你就不再沉家了吗 弗兰克在基尼斯 当外交已经一年了 可是你却一面都不肯见她 我 我只是想 一会儿我绝走 弗兰克 进来吧 阿神 谢谢 可以给她吗 可以给她吗 进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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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莱 莱莱 上这可乐 上这可乐 因为她没关系 我们走 我和你 我 我 把他们走 在一起 她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雷雷 雷雷 妈妈 别带我走 别带我走 妈妈 妈妈 妈妈不敢走 妈妈 妈妈永远守着你 永远守着你 还有一点 有一个人都说不着 我不看过最新的公圳 你知不知道 雷雷雷雷是 他是一位高50行专门的目标 我看他在上运行的《新亿日常》 是,那是很厉害的 是忠惯的行业吗? 他第一次购买了国家商业 然后购买一个很名的美国公司 我后终于完成工作 我直接去中关春机 想要像他这样的幸福吗? 当然 你愿意 各位好 擔任今天主讲嘉宾的是 新科集团董事长袁坤 下面就请袁坤博士演讲 各位朋友 下午好 Made in China不能简单地翻译成中国制造 Made现在有了新的含义 前两个字母M-A 指的是manufactured 后面的两个字母D-E 指的是design 所以Made in China 应该翻译成是中国制造 加中国创新 也就等于是中国创造 我们华夏新的系列产品 既要填补技术 也要瞄准市场 把多功能芯片核心技术 推向全球的IT行业 让中国创造 引领技术创新 让中国创造 真正的走向世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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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一早妈妈和史兰克就要来接你了 早点睡吧 爸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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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会吧 那样的话 说不定你就不会回中关村 就是你要回 我也不一定让你回 那就没有了新光 没有了新歌 我真的要好好谢谢她 我也要谢她 总觉得她是先来的 我是后到的 所以就一路忍耐一路熬了过来 变得格外地珍惜 要不然 雪儿出现那会儿 我早就把你给踢了 真的 那当然了 那这么说 我应该改天好好地请路线红端 可爱你说我们现在 算不算快乐 不知道 妈妈 为什么要安定啊 还陪就够了